星星稳稳稳稳稳稳稳 沿著北市 重慶交流道行駛 分隔島上路數 一整排倒向 車道 看著駕駛實在 心驚驚風災過後 台北市容依舊尚未恢復 台風過後五天 那台北市的街道 我們還是可以看見 像這樣被風吹倒的路數 沒有處理 現在是好像比較嚴重一點 出租就沒有那麼方便 真的蠻辛苦的 那麼多的地方 速度倒向 速度走了快一周 馬路邊人見吹倒或撿下了樹枝 北市府侵入數SOP1000顆以下 由公園處負責 1000到2000顆公務員幫忙 3000顆以上就有跨局處總動員 但速度颱風創紀錄 吹到16000顆樹 讓北市侵入數SOP無法負荷 四周衛生下水道支援的 有支援過嗎 沒有 第一次來支援侵入數 是不是公園處人手太少是不是 對啊 從8點到12點 然後1點到5點 有損害的全部要清理 這個就面臨一個很尷尬的局面 就是說我們台北市願意花一點錢 去顧人 竟然機具跟人都 因為大家都在搶工 我想對國軍來講 他們應該是物來優先 我們不好意思說 人家這種重災區 我們就跟人家去炒 陸數和石清完不知道 但可能又有颱風要來了 在太平洋上 距台灣約4000公里的熱帶擾動蠢蠢欲動 根據天上局電腦模式預估 有機會在15 16號發展成新颱風天鵝與閃電 目前在這個熱帶區裡面的熱帶擾動 有的模式其實是發展出兩個抵押系統 或者是 但是也有模式其實它只有一個抵押系統 所以這個部分都是未來必須要持續觀察的 蘇利樂走了 靠市府還在吹颱風尾盲膳後 週末可能又有雙台來襲得趕緊修復災情狀況 否則將會雪上加霜 這裡是件陳雲文 衛生長組太多了